Hello各位,今天我们聊HDMI 2.1 先说理论,再看PS5的实际体验 这张表上你可以看到从HDMI 1.0到HDMI 2.1功能上的演变 过去9年,我们一直在使用HDMI 2.0 最近两年很多电视、投影、回音币、公放开始搭载HDMI 2.1接口 所以你现在能买到的影音设备既有HDMI 2.0,也有2.1的 它们虽然只差了0.1,但是却多了这么多功能 这些功能是干嘛的?对游戏体验的影响有多大? 看完这个视频,你心里就会说了 欢迎来到考劳上校的展览快乐屋 在我这台HDMI 2.0接口的LG电视上 PS5目前输出给电视的画面信息是 分辨率4K,刷新率60Hz,HDR开启状态,色彩格式YOV422 下面一行小字告诉我们 由于这台电视的接口是HDMI 2.0接口,传输速度有限 在4K 60Hz,HDR开启时,不能显示RGB色彩 刚买PS5的时候,我看到这行小字就产生了一个疑问 HDMI 2.0传输速度有限,是多有限?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才知道 HDMI 2.0带宽比HDMI 2.1窄这么多 48G BPS是满血的HDMI 2.1带宽 实际上PS5的HDMI 2.1并不满血,是32G BPS XBOX Series X是40G BPS 30G以上显卡是满血的48G BPS 这些参数听起来很无聊,但实际上很重要 因为市面上有些产品标注HDMI 2.1 但实际带宽只有18G BPS 也就是HDMI 2.0的带宽 这还真不能说人家虚表 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捋捋 真正的HDMI 2.1使用的是最新的FRL协议 最高能实现48G BPS满血带宽 但市面上有数以亿计的HDMI 2.0设备 他们都使用TMDS协议 TMDS上个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 现在豁出老命去,也就支持到18G BPS 就是HDMI 2.0的带宽 HDMI官方为了兼容这些设备 就让HDMI 2.1同时支持新的FRL和老的TMDS 最新标准还取消了HDMI 2.0的叫法 现在大家都可以用HDMI 2.1来宣传自己的产品 只要标注清楚这个产品支持哪些功能就好 但如果它在不起眼的位置标了 那我们就很难判断了 所以你在买HDMI 2.1电视投影回音币 供放这些影音设备的时候 还是要看清楚它到底支不支持FRL 或者说带宽是多少 有没有HDMI 2.1上这些功能 如果没有写清楚就问客服 不过有时候你问客服是不是支持FRL 得到的答案大概率是 轻,我们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哦 所以购买前最好在这个产品的官网找到它的说明书 正规的品牌都会详细的标注它支持的功能 那到底哪些是HDMI 2.1的新功能呢 在HDMI官网你可以看到关于HDMI 2.1详细的介绍 我们今天就主要说对游戏体验影响大的这几个 我们都知道120赫兹刷新率比60赫兹刷新率更流畅 但其实不完全对 假如一个游戏帧数只有60帧每秒 电视的刷新率有120赫兹 那它并不能提升游戏的流畅度 因为游戏的帧数为不保电视的刷新率 假如一个游戏优化特别好也不锁帧 能有120帧每秒 同时你的电视是HDMI 2.1的 有足够带宽支持4K 120赫兹刷新率 那这台电视的画面就能以每秒刷新120次的频率 来显示游戏为给它的每秒120个画面 这样一定会获得一个丝滑的体验 假如一个游戏不锁帧 但是优化也不是特别好 它的帧数在60到120帧之间波动 这时候HDMI 2.1的VR可变刷新率就会起作用 我们知道以前主机游戏都是锁30帧或者60帧的 这是因为游戏机的GPU在渲染不同复杂程度的画面时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当时的电视刷新率大多是固定的60赫兹 它不管你GPU渲染速度有多快 就按自己的节奏在那刷新 你就会在某一段时间内同时看到两个画面 就会产生画面撕裂 开发商想这样多影响游戏体验 干脆就把游戏帧数锁定在30帧或者60帧 这下游戏机渲染的画面和电视的显示画面就同步了 自然就不会出现画面撕裂影响体验 但是现在有了HDMI 2.1 VR技术 电视的刷新率可以变化了 游戏机GPU也比以前厉害了 有能力渲染更高帧数 把游戏锁定在30或者60 那岂不是浪费了它的才华 所以有的游戏更新个补丁就开始不锁定了 因为支持VR的电视 刷新率可以随着游戏帧数变了 你GPU渲染好一帧 我电视就显示一帧 你快我就快 你慢我就慢 这样刷新率和帧数也是同步的 不会产生画面撕裂 同时不再锁帧 流畅度自然更高了 而PS5的VR可变刷新率 是有一个范围的 48Hz到120Hz 也就是说 一个游戏的帧数 必须能稳定在48帧以上 VR效果才是最好的 这里是QFD快速帧传输的介绍 这个功能其实就是降低游戏延迟 我们从按下按键到看到画面发生变化 中间经过手柄发送信息给PS5 PS5的GPU渲染好画面 通过HDMI线缆传输给电视 电视芯片处理画面 最后再显示出来 这整个过程影响游戏延迟的因素很多 QFT是HDMI 2.1里的一个功能 它能掌控的就是让信号从PS5通过HDMI线缆传输给电视 这一段能更快点 这个功能比较简单 就是当你把PS5连接到一台HDMI 2.1电视上的时候 电视会自动识别出来你要玩游戏了 并且自动切换到游戏模式 实现最低的延迟 从Arteens这个网站可以看到 大部分电视的游戏模式和其他模式 延迟差距巨大 ALM就是省得你每次玩游戏的时候 手动切换到游戏模式 如果你使用回音币或者功放音箱和电视连接 音频回传EARC就很重要了 关于HDMI 2.1的EARC和HDMI 2.0的ARC 在家庭员入门2这期视频的6分38秒有详细介绍 你可以等会去看 在我这台HDMI 2.0的LG电视上 由于带宽只有18Gbps 4K 60Hz HDR RGB色彩是不能同时开启的 在4K分辨率下 开启HDR RGB会变成YUV4R 这台雷鸟R645C的第一个接口 是满血的48Gbps HDMI 2.1 所以4K 60Hz HDR RGB是可以同时开启的 但是我都用HDMI 2.1电视了 肯定要用120Hz刷新率对吧 结果在120Hz刷新率下 RGB又变成了YUV4R 这是因为PS5的HDMI 2.1带宽是32Gbps 并不是满血的48Gbps 所以当刷新率是120Hz数据量变大的时候 色彩格式又降级成YUV4R 那RGB和YUV4R的区别是什么呢 理论上说 RGB包含全部的色彩信息 占用的带宽大 YUV4R包含一半的色彩信息 和全部的亮度信息 占用带宽小 但是人眼对亮度信息远比色彩信息更敏感 所以YUV4R和RGB的实际观感的差别 扑朔迷离 众说纷纭 我个人认为 不同电视 不同设置导致的显示差别 远大于RGB和YUV4R之间的差别 所以我就不纠结了 来玩游戏吧 我们先看一个支持120Hz的游戏 蜘蛛侠麦尔斯 在设置里打开120Hz选项 并且选择性能模式 是为了保证尽可能高的帧数 来发挥120Hz的优势 我同时打开了电视和PS5的可变刷新率VR选项 所以在右上角你能看到 刷新率一直在跟着帧数变 要说明的是 你看到的这个视频是60帧的 而实际游戏的帧数 是在60到120帧之间跳动的 所以你感受到的流畅度 比我现场感受到的会低 我只能用语言描述一下我的感受 刚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 第一感觉就是流畅度提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原因是 你看右上角的刷新率 大多时间是在70Hz上下跳动 因为在开启VR的时候 刷新率是跟着帧数跳动的 所以这个游戏即使性能模式下 帧数也只有70帧上下 四周空旷的时候 帧数也就在80左右 相比我在HDMI 2.0电视上 以60帧玩 也就多20帧左右 这20帧虽然是能体会到 但是并不是特别明显 如果场景复杂 帧数低 那就更是如此 这台电视目前的固件和VR兼容性有点问题 所以你可能会注意到它屏幕有点闪烁 HTMI 2.0的60Hz玩的时候 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流畅度比刚才玩蜘蛛侠也好得多 你看右上角的刷新率基本是满的 说明这个游戏帧数本身就高 所以我觉得高帧数的游戏 才能完全发挥120Hz电视的优势 地平线西部境遇 这个游戏最近我玩挺多的 在两台电视上都有玩 相比HDMI 2.0来说 HDMI 2.1这台电视 我觉得它的控制感更好 表现在控制人物 跳跃或是闪避 都轻盈了不少 我想这应该是HDMI 2.1 更低的延迟起了作用 但是单据画面流畅度来说 和蜘蛛侠一样 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提升 你看右上角的刷新率 也就是60多 再次验证了帧数低的游戏 即使在HDMI 2.1下 提升也不大 当然60Hz下 流畅是肯定流畅的 只是不像刚才 陈安120Hz那么丝滑 美国末日2 这个游戏并不支持 120Hz和VR可变刷新率 性能模式下是锁60帧的 这个游戏无论是操控 还是画面都是偏写实的 操控人物的感觉比较重 所以不管是响应速度 还是流畅度 并没有明显的提升 不过这个游戏 能有60帧 都是后来更新补丁的 我已经谢谢了 不能奢望太多 刚发售时候 在PS4 Pro上 顶着30帧玩 是真的难受 奢望先锋 支持120Hz 我排了半天 没排进去 就在靶场感受一下吧 这个游戏和尘埃一样 一进来就能感受到 流畅度的大幅提升 进入游戏 无论是移动 还是射击 手感都相当的顺滑 响应速度也很快 你在视频里 看到的已经很流畅了 但实际上 比这个还要流畅一倍 你看右上角刷新率 一直是顶着120Hz的 说明这个游戏的优化 相当好 下个游戏 瓦尔基里北欧女神的demo 我不确定中文名 是不是这个 这个游戏不支持120Hz 但是我发现 它的人物操控 和视角变换 在HDMatter 一下都相当灵活 响应速度很快 操控感很好 因为这个游戏只有60帧 所以刷新率 就显示60Hz 画面并没有 120Hz游戏的 那么丝滑 但是也有很棒的体验 最后根据这段时间 我的体验来总结一下 HDMI 2.1主要带来两方面的提升 一是画面流畅度 二是响应时间 也就是游戏延迟 但是HDMI 2.1 能否大幅提升流畅度 还要看游戏自己的帧数 100帧每秒以上 能发挥120Hz电视的优势 带来丝滑的画面体验 而帧数在80帧每秒以下的话 HDMI 2.1高刷新率 也无法带来很明显的提升 VR可变刷新率 并没有让我特别惊艳 因为目前不管是 电视的兼容性 还是游戏的兼容性 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游戏响应时间来说 HDMI 2.1肯定有提升 特别是在120Hz刷新率下 这一点 从很多HDMI 2.1的参数上 就能看出来 实际体验也是有提升的 但是主观感受 提升是不是明显 还要看游戏 有的游戏偏写实 人物操控本身就比较沉重 那十几毫秒的响应速度提升 就显不出来 而有的游戏 设计上就让人物灵活 异于操控 所以响应时间提升十几毫秒 也能感觉出来 更快的响应时间 会感觉到更跟手 会影响到操控的手感 本期视频详细介绍了 我对HDMI 2.1的理解和主观感受 这只是我自己的感受 未必都对 欢迎评论区讨论 花了这么长时间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我是考量上校 下期再见